黃泉民 楊小雨 早安 我看到你們打招呼了 好 我們來看到這則新聞內容 有一點緊張囉 國防部今天上午就指出了 在8號的上午6點到9號的上午6點 這段期間呢 共貨查到了共機57架次 其中有28架次呢 超越了海峽中線 另外則有共艦4艘次 持續在台海的周邊在做活動 那國軍還是持續的運用任務機 機艦 以及任岸的飛彈系統 嚴密監控與應處 那對於昨晚呢 解放軍東部戰區宣布 對台進行的打擊軍演呢 共機擾台的範圍已經很明顯在擴大了 而且集中在昨天的晚上 除了東部及東北空域之外呢 其餘呢 都出現了戰機侵擾 行同三面圍台 那由於環範圍支的非常大 我國的空軍呢 整個晚上不斷的緊急升空距離 地面的飛彈部隊更是進入高度警戒 再來全球現場 解放軍深夜啊 又在頻頻做動作了 更多的新聞 重點我們就交給真榮 好 大家早安 全球現場時間 我們繼續帶你來關注的就是呢 解放軍頻繁對台灣實施軍演 那麼在昨天深夜的時候 解放軍的東部戰區微博 他沒有再度宣布在台灣周遭 進行海空軍演 一起來看 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施毅陸軍大校表示 1月8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 為台島周邊海空域 組織駐軍兵種聯合戰備警巡 和實戰化演練 重點演練對陸打擊 對海突擊的內容 旨在檢驗部隊聯合作戰能力 堅決反擊外部勢力 台獨分裂勢力 勾連挑釁刑警 解放軍就表示了 其實這個演習是包括了很多不同的 兵種聯合戰備警巡跟實戰化的演練 主要就是針對台獨分子來打擊 而其實美國海軍才剛剛證實 第七艦隊的驅逐艦中雲號 在5號的時候是航行通過台灣海峽 這也是今年美艦第一度穿越台海 那麼共軍隨即就公布了 東部戰區的訓練影片較勁 強調是時刻要準備好戰鬥 似乎就是對美方軍艦的回應 而同時間這也是今年度首度解放軍對台實施的軍演 但是呢其實解放軍對台軍演不斷 台海情勢緊張 日本也有所警覺 日本的陸上自衛隊在昨天的時候是進行了 今年的第一次離島聯合軍演 目的就是要在模擬日本離島被攻佔的話 如何奪回的演習 而這一類的演習呢 其實過去都只有美軍來共同參與而已 那麼日本的防衛大臣就強調了 今年除了美軍之外 包括了英國跟澳洲兩國也會共同參加 英澳兩軍的參加其實就顯現這四國他們希望可以展現團結的能力來應對大陸近年來的海洋擴張 日本自衛隊也派出了精銳的兵種 唯一的這個散兵部隊的第一空艇團 另外呢美方他們是派出了陸軍的特種部隊 英澳軍是派出大約30個人更是出動車輛還有飛機 日本自衛隊的官員他們就表示要為了是維護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 依照不同的特性來進行合作是格外的重要 同時間來關注的13號這一天呢日本首相岸田他會前往到美國白宮來跟拜登會晤 現在日本媒體就掌握到了根據讀賣新聞的報導說日本跟美國現在是在協調要在13號的日美領袖會談之後 就會發表以安全保障領域為主的聯合文件 而目前最重要知道的內容包括了雙方也會再度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岸田在昨天晚間出發他就前往了這個G7盟友的國家來一一拜會 第一站他是前往到了法國 因為日本呢今年5月他們要在廣島這邊舉辦G7的峰會 那麼岸田這一次的訪問的最後一站就是重頭戲 也就是他會來跟拜登來會晤 而多位日本政府的高層人士他們就透露了 預計日美將會基於日本政府日前修訂有關的這個安保三文件 在美日聯合文件當中寫入的是進一步深化的是日美同盟 另外也要推動的是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 同時也會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好持續來關注另一個國際焦點就是巴西呢 這幾天發生了嚴重的暴亂 主要就是因為前總統波索納洛大約是有3000名的支持者 他們闖入了國會跟總統府還有最高法院 其實他們主要的訴求就是因為呢波索納洛告訴他們 這一場選舉可能是涉及了舞弊跟不誠實 所以導致他們沒有辦法支持現任的總統魯拉 也因此闖入這些行政機構來進一步的抗議喔 可是呢這個抗議越隱越烈現在成了暴動 警方是花了五個小時奪回了國會大樓 逮捕超過200個人 但是現任的總統魯拉當時是不在首都 不過他發表聲明強調要追出幕後的主持者 這些抗議者他們在衝突發生的時候 因為人數優於警力所以他們就一開始 可以順利的攻佔國會大樓還有最高法院 不過呢鎮保警察跟武裝部隊立刻增援 動用催淚瓦斯還有直升機跟鎮保車 根據當地的外媒的這個法新社的記者就表示說 巴西安全部隊已經奪回了國會大樓 好其實呢整起事件的原因就是因為波索納洛 他在大選之後就指控說這個整場選舉 他覺得不公平是有涉嫌舞弊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呢導致他的支持者就闖進去這些行政機關 來進一步的抗議整起事件呢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說好像跟兩年前在美國國會山莊 當時1月6號很多川普的支持者他們闖進去國會山莊 發起了暴動有關係 所以呢也被認為是華府暴動的翻版 一下開始的分析 是的, Jim, the situation is very similar although I have to clarify that it was not only the congressional building that protesters stormed but also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Planalto, as well as the Supreme Court and it was thousands upon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got together earlier for a rally in Brasilia, the capital of Brazil. at one point they decided to march to the congressional building and there were not enough police to stop them and they decided to just march in at the beginning the situation seemed to be peaceful, Jim but then riot police showed up as well as the armed forces clashes began some of the public employees that were there at the buildings clashed with the protesters when they tried to stop them as well and these images that we're looking at right now this is for example the Supreme Court building that has been taken by the protesters as well earlier we were seeing an individual sitting at the desk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lower house of Congress that's the image that I wanted to show you, Jim just to give you an idea about how far these protesters have gotten now let's remember only a week ago on January 1st a new president took office,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happen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wo years ago and what's happening in Brazil today is that the Congress is not in session the president is not in Brasilia, he is in Sao Paulo state I'll show you the audience this claret cord The comments on the other side the ripple action the effect of the virus will be dissolved in the air and will not affect your life so tampoco子 of your child's wife to use it 万万水神 not hurting the world more frequently, an option for the human remainder for the time and long-term use the difference if you don't use it the same flavor the same sensation for the release cause but yes, the other person is not in the absence of the system to use it 感谢观看